我們看一下中間前方 謝謝 中間前方再看一下右前方 再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的媒體別我們還沒有拍 看到照片謝謝 左手邊 再看一下中間前方 謝謝 中間前方是我的該方攝影 來右邊再轉一下 好 再看一下右手邊 謝謝 謝謝 來 馬上再右手邊一些 好 在右邊一點點 OK 好 都拍到了嗎 兩個講座稍微有點重一些些 好 現在請我們工作人員 幫我拿一下講的 或是地上麥克風想要請請 好 其實我就是 當然副駕駛座的風情這一張 是所有人的努力 然後我覺得這一兩年來 更值得開心的是 就是慢慢確定自己 在什麼事情上 其實可以做的 是最好的 那當然一個人 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情 做很好的話 得到肯定其實 是很值得開心 然後這一次 我記得我們去年宣傳的時候 不只是 就是跟歌迷見面發新專輯 然後我們也做了演唱會 那其實也有很多現場 跟跟女朋友互動 跟表演的機會 那我真的是很謝謝唱聽公司 謝謝PF 然後謝謝環球 就是我們不斷的在 嘗試一些好的音樂 搭配我的聲音 那當然未來我們還是繼續努力 對 其實去年這張專輯就已經非常喜愛 大家都很愛聽的一張 就是副駕駛座的風景之外 其實今年又馬不停蹄的 三月份又推出了 Hashtag 2019 我完全回去副駕駛座的風景 對 忘記了我的翻唱 但是沒想到這個 對呀 今年又有兩張嘛 一都是三月份的還在聽 五月份還在玩 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翻唱是我2019 一個很棒的驚喜 對我或是對我的歌迷都是 因為有些歌迷其實從很久以前 聽我唱歌的 他們在星光習慣我唱別人的歌 很奇特 所以他們會十年來不斷敲碗一件事情 就是翻唱翻唱 可是我心裡就一直覺得說 難道你不是希望 我有自己的作品 當然他們也支持 只是他們也很想念我去詮釋別人的歌 所以我們就有了Hashtag 2019 還在聽跟還在玩這樣